以下节目标格主持人之个人意见,并非等同公众指标 观众有机会因观赏品味有意,而产生期望落差 请自行参与方家风评,作出适当期望管理 又到了和大家一起报CWC的时间 今次要讲的是《Flash》第六季第六集的名字 叫做《License to Elongate》 首先讲讲今集觉得好看的地方 Graft和Berry穿西装挺好看 Nash和Alegra的关系挺吸引 Chester的黑洞眼的老男人挺讨好的 开始了,又来到45分钟三条故事之线 第一条线是Nash和Alegra去挖地洞 第二条线是Cecile帮Chester扣女 第三条线是Berry帮Ruff去查案 这次序是根据我的喜爱次序去排列 话说Nash帮所有人来到地洞 然后说我有方法可以救BerryEllen 然后大家就听Nash说话 Nash就说这个地洞其实是一个河河 可以连去摩尼塔的藏身之柱 但它不可以用火药去炸 它只可以用人手去挖 大家听完之后就觉得这么麻烦 然后大家就走了 不是说一起要救Berry的吗? 搞什么呀你们? 之后就是Alegra去见到Nash Nash就说你不是就是Helsenwells 那这里其实排了 Helsenwells和Alegra是有些渊源的 会不会是Alegra的仇人呢 还是失散了多年的爸爸呢 我真的不知道 由于Alegra是一个拥有 可以射UV死光的MetaHuman 而Tim Flash 又全部都不帮他忙 所以Nash就找Alegra帮忙 就说你帮我射死光 我就告诉你宇宙的奥秘 然后Alegra也是因为 就是这样得知到多重宇宙 Nash不是Helsenwells 还有Berry是Flash Nash你都挺喇叭的 而整集完了 Nash都用一个很深情的眼神 去看着Alegra 其实会不会代表Alegra 都是Nash某一个很重要的人的分身呢? 这是我今集觉得最好看的故事 而另一条故事线就是Ciselle 我发现每集只要留Ciselle 他那条故事一定是没有意义的 今集就是说第一集的单元角色 那个黑眼佬 Chester 终于都醒了 他在Star Lab 玩了一阵 好像说了一堆 类似Doctor Who的彩蛋 我看到Chester 跳舞 他在想一句 I like him 之后就说Ciselle 他就要用他的超能力 去帮Chester 去追求他心意的女生 你搞什么呀? 最后好像失败了 其实成功或失败是无所谓的 我不想知道的 而最后要跟大家说的故事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下去 又悲愤又好笑 就说过去那几集 Barry 终于骚扰了 Frost 和Cisco之后 他今集决定要骚扰Ralph Barry 就决定明天有个认证会 其实那个认证会是假的 其实是Flash 想要交牌给Elon Gaterman 但这是惊喜的 不可以让Ralph知道 但Ralph就立刻决定要出差 我要去查那宗 集集都查那宗失踪案 Barry 就觉得大事了 但不要紧了 我跟Ralph去那宗查案 只要让Ralph在明天回到Central City 我便可以交给他 说Barry 和Ralph 穿着西装出席一个晚宴 Barry 应该是要帮忙 但每次帮忙 他都会把事情搞祸 不明白Ralph是不生气的 我会骂死他 中间Ralph就有大发现 我觉得这个赌场的Boss 有些事隐瞒着 我觉得是要继续追查下去 Ralph就说 我明天不去那个认证会了 我继续留在这查案 看案件都没有嫌疑 走啦 不是啦 很明显是有问题的 你看这里全部都是黑社会 都说没有嫌疑了 走啦 死废情 又不做事 又不 Barry 只想着要让Ralph惊喜 为了这些名分 这些地位 就不做正经事 英雄是否要继续这些东西 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出现过的Electra 即是Alegra的表姐 原来她逃了肉 走了去做赌场Boss的打手 其实监狱拿来做什么呢 所有人运进去都会逃离出来 不如不要抓他们啦 这么浪费 好 Ralph就决定我要留在这里 但Barry就很想让Ralph离开 然后Ralph已经千叮满足 不要用你的超能力 不然就会打草惊蛇 然后Barry就用了他的超能力 What the fuck 我剪了你特意的 你是特意把Barry写得这么刻认真 结果Barry就变身成为了一个闪电盒 但是人家有那些MetaHuman的监控装置 然后Flash被人捉了 Ralph也被人捉了 Barry就在这个时候终于跟Ralph说 其实我不是KAR这件事 我只是KAR明天一个认证会 我可以交支棒给你 找件事来做个比喻 即是说 我只是KAR的毕业典礼 但我不KAR我以后出去找工作 即是这样 Ralph为什么不发脾气 两个人说完话 大家就逃离了 为什么Boss 你绑架了两个MetaHuman 你不找个人去看守呢 Barry和Ralph就走了 Boss就在一个拍卖会 拍卖武器 Barry就冲了上台 搞乱 Boss就发烂 你阻止我 我决定如何 不如我写核武去Central City 他按着就像核弹般倒数 Boss就说 让我试一下 我现在手上的武器 Boss就和Ralph在台上打上来 然后另一边 Barry和Lilatra 亦都在台上打上来 然后我们就看到台上 有两个人在打架 真的很好笑 你真的一定要看 救命 然后 最后他们打完 但是核弹都快要射了 于是 Ralph就冲了上去 然后他在电脑上 在打Programming 然后核弹三秒内就解除了 不要这么执着 好了 大家最后 就终于说过他的认证会 其实是一个记者会 然后Flash就交给Elon Gaterman Elon Gaterman 又说 我都有一件事想给一个人 想表扬他 然后就叫了Barry 原来 原来 有个惊喜是给Barry 原来他要帮Barry 即是给个分章 然后Barry就很感动 明白的 Barry不做实事 只求名分而已 最后Ramsay就出现了 把Ralph抓走了 你叫我怎么说下去 救命 如果有什么留言 在下面留下 like subscribe 拜拜